使徒行传 第九章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 竟不能看见什么 有人拉他的手 领他进了大马瑟 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 也不喝 当下在大马瑟有一个门徒 名叫亚拿尼亚 主在异乡中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 主 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 起来往直街去 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他正祷告 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 按手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见 亚拿尼亚回答说 主啊 我听见许多人说 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 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 捆绑一切求靠你名的人 主对亚拿尼亚说 您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 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亚拿尼亚就去了 进入那家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 说 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 于是起来受了喜 吃过饭就健壮了 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 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 说他是神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 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 并且他到这里来 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 搏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过了好些日子 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 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 他们有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 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 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 想与门徒结交 他们却都怕他 不信他是门徒 唯有巴拿巴结带他 领去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 主怎么向他说话 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 都述说出来 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 奉主的名放胆传道 并与说西里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 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 弟兄们知道了 就送他下该撒利亚 打发他往大树去 那时犹太 加利利 撒玛利亚 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 被建立 凡是敬畏主蒙圣您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 彼得周留四方的时候 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 遇见一个人 名叫尼尼亚 得了瘫痪 在褥子上躺卧八年 彼得对他说 尼尼亚 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起来收拾你的褥子 他就立刻起来了 凡着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 就归服主 在约帕有一个女徒 名叫大比大 凡西里尼话就是多家 多家就是灵阳的意思 他广行善事 多师周济 当时他患病而死 有人把他洗了 停在楼上 吕大远与约帕相近 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 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 要求他说 快 到我们那里去 不要担言 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 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 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 拿多家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礼仪 外衣给他看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 就跪下祷告 转身对着死人说 大比大 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 见了彼得便坐起来 彼得伸手扶他起来 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 把多家活活地交给他们 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 这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